健康肢体十四法则 一 心情放轻松 没压力 才能提高免疫系统 我时常告诉学生 放松 才是最好的药 很多人 在我面前 在接受我的疗法的时候 他的腹腔 充满了硬块 我一直叫他 放松 再放松 再放松 只有在放松的过程当中 你身上的钙底脂 才能够一直释放出来 你的乳酸 有机酸 比重酸 才能够被分解 被中和 只要你在 一直存在压力之下 身上会一直释放 各种酸性 他会破坏你身体的细胞 他会把你细胞与细胞的兼职 胶脂腐蚀 你的内脏就会 虚弱 第二 早晚阳光 要晒三十分钟 内污蔽系统 运作就正常 其实 人跟大自然的植物 是一样的 植物是光合作用 人不是用光合作用 但事实上 他也是借重阳光 跟身体结合以后 产生维他命D 帮助身上 很多酵素的熬合 你没有 天然维他命D 你要靠吃的 合成的 会制造很多很多病痛 我一直不愿意 消费者去外面买 含有D10亿的产品 为什么那么笨 自己到外面 利用早上 八点钟左右 走三十分钟 上个阳光 你生理维他命D 就自然产生了 为什么要去吃 合成的维他命D10亿呢 符文字结构又大 人理又不容易吸收 容易成血盖 这种疾病 台湾 又不是没有阳光 干嘛吃D10亿 政客 西医团体 引进抽了 维他命D10亿 一直在欺骗 你要跟他起舞吗 第三 负式呼吸药生成 细胞才有活力 能力出生 就是采用负式呼吸法 因为 负式呼吸法 他会把人体 不要的二氧化碳 70%的数 在你的 肺部里面的 肺炮 跟氧气 交换 而排出 一个这么好的呼吸法 我们的政府 竟然从小到大学 竟然不教 我们的黑板 放上面 无知的老师 叫学生 抬头 看黑板 抬头挺胸 难怪台湾 成为全世界的 生病王国 尤其最可怜的 就是坐在 前面第一排的 学生 他抬头 怎么呼吸 氧气不足 所以 你一定要要 把下巴往下压 一点点 10度左右 让你的 肺炎 打开 上二 打开 完全 氧气吸收进去 不要 再听 政府的访言 教育部的访言 已经骗我们 几十年了 抬头挺胸 是知道疾病的 赶快改为 副食副习法 把你身上 不要的毒素 排除 第四 水分要补足 尿道 膀胱科肌 要强化 水分才不流失 我实际上 告诉学员 阴部那边 要搓楼 每天都要搓楼 用力去搓楼 有空就去搓楼 尤其是女性 上厕所 外面没有人在等 你阴部那边 都搓楼一分钟 为什么 除了那边 是14条经过 经过的地方以外 尿道 膀胱科肌 就在那个地方 你越搓楼 扩胱机越强化 你喝下来的水 就不会流失 不要忘记 人的身体 占的70%是水分 没有水 或是水减少了 身体的组织安 马上提高 组织安 就是让你身体 产生发炎状态 各位 水跟氧气 才是最好的排毒剂 不是外面那些 什么博士 台湾都是太多太多的 不要脸的博士 假计的博士之名 卖什么排毒餐 什么叫排毒餐 好好的 不用钱的 氧气跟水 好好的把你阴部 用力搓楼 强化你的 尿道跟膀胱科育机 第五 做起药正常 知力神力运作正常 新人代谢才正常 要知道 副教员神经 在什么时候运作 下午的9 10 11 12 12 12 3 到3点半 3点半以后 教员神经就开始运作了 很多人 晚上要玩到半夜 两三点钟才要睡觉 你的副教员神经 根本没办法运作 要知道 这样它是没办法修复的 白恩的运作 它的磁场 磁坡 是14到25 在家里面 下班了 在家里面 睡觉之前 做一个反正休息 是8到13 睡觉是7到0 它是完全修复 你不给它 你总是去修复你的身体 今天的疲疗又连接到明天 何苦呢 然后生病了 去找医生 医生会医你的病吗 假使医生会医你的病 台湾的医院 会越开越多 越开越大吗 不要忘记了 药是毒啊 第六 站姿 坐姿要正 宽观骨要正 脊椎才正 神经血管才不会受压迫 手脚才不酸麻 我们的政府 为什么从小就不要求 不指导我们的学生 去把它宽观骨矫正 为什么 外面很多的整集 把你整集好了 回家就算了 很多回家以后 就走位了 他为什么不教你 在那边调好是粗条 那整个细条 如何去保养 如何去做 结果 台湾到今天 小小的国家 小小的人口 竟然是 患 膝关节 全世界最多的国家 东亚病夫 不是光荣 是耻辱啊 第七 肌肉要柔软 穴道 经脉要畅通 能量才能传达不生病 当你肌肉不柔软 你穴道 经脉 绝对 无法畅通 人体 气管 气跟液体 是走同一条管路 鼻子进去 到你的气管 会脂脉 到你的肺炮 血容色素 血液 动脉肌脉 维血管 这是有气跟液体 神经跟你的肌脉 是走电的 是走负磁能的 你肌肉没有柔软 你穴道 一定是堵住了 你腹食人 一定是被中断了 你被中断了 你的 钙体脂 失望不出来 你身上 怎么产生能量 这时候 你要身上 更多负磁脂 必须强迫 你的腹甲钻荷尔蒙 去分泌 通知骨髓 骨髓 钙体脂 一直失望出去 免疫情绒就降低了 何苦来灾呢 赶快把肌肉 揉一揉 第八 身肌要强化 骨关节要延展 膝关节才不会退化 有时候我看到 很多很多小姐穿高音鞋 它是一种伤害 高音鞋不要穿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跳舞 尤其是 最流行的 国标舞 那是一种伤害 好多好多国票老师来找我 膝关节 矿矿骨都受伤了 请不要让你小孩子 再去学这种 会受伤的舞蹈 假使你要学习 你要懂得如何去保养 跳完了舞以后 你要赶快去做 强化身肌的运动 因为我们都是过度 强化趋肌 这跳舞都是强化趋肌 那你一定要去 强化身肌的运动 多做 那你去跳舞都没有关系 所以身肌的运动 在学校要教育 教育才是 降低医疗开支 不二的法门 政府都不走教育 走管理 走欺骗 那人民缴税干嘛 第九 适当补充 护持能 提高 自然抗主治安 生理才不会发言 科技发达 到处都有电器用品 正电子的东西 越来越多 能力 负持能就越来越少 生理就产生松化 更容易产生发炎 所以 我一直希望 更多人 到野外踏青 两脚踏土地 石头 砂石 甚至找磁铁 有两天以上高湿的磁铁 腹脊贴在身上 强化你身上的护持能 这样你的体力会更好 因为 科技的发展 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你要懂得知识 去避免 第十 天天与生理对话 理疗与舒缓 一比二以上 不避伤 所谓天天与生理对话 就是你要去 按 压 看你身上 什么地方会酸痛 用力搓揉它 用力按下去 用力去搓揉 这生的按摩法 它只是一种理疗 它不叫治疗 当它按不到痛 它已经是一个告知的动作 这样就OK了 不要再继续用力去按摩它 因为这时候 你用力去生成按摩 它里面的肌肉会受伤 接着你就用 三千年前到家捞鼠中 告诉你的 搓揉的方式 用掌心去搓揉 所以搓揉的次数 要比生成按摩的次数 要至少多两倍以上 三倍五倍四倍 二次一百倍都可以 因为这样才不会受伤 我希望所有人跟我学的 都是不伤害疗法 我不希望外面做到最后 黑七七八七八 那是不对的 在肢体十四条法则里面 前面十条 几乎都不要花一毛钱 所以我实际上跟学员讲 要健康 先把不要钱的 先做 接着才去考虑到你的三餐 第十一 饮食酸碱比例要适当 健康没烦恼 食物 酸碱比例 看你的牙齿 看你的小肠 它能够承受多少酸性 你的牙齿 是告诉你 你的小肠 承受是 八分之三的酸度 但是你胃在前面 所以你给它 我希望是给它 是八分之二 等于四分之一的酸性 另外四分之三 是 碱性食物 这样你的肝脏 比较不会那么负担 否则的话 现在人 为了好吃 不管它 一直有外在的你 在主导 只有肝脏 没法排酸 脑下垂里 又不能排 食物品质就不好了 肝脏不能排 就疲惫了 假装剑帮你排 不能排 鼻子肺部 到肺部这个段空间 就容易产生疾病 接着 有负甲酸的荷尔蒙 分泌 通知骨髓 骨髓 分泌钙粒子一排 这时候怎么办 免疫苗降低了 接着有皮肤排 皮肤病就来了 再来有 肾脏排 接着有 肺部排 不行再由肝开始来 所以男人肝癌 女人的乳癌 子宫颈癌 变成低号杀手 稍微 稍微 停一下 看看你的餐桌 今天吃的是不是 四分 一分是 酸性 三分是不是减性 第十二 饮食应用不足 应补充进行食品来平衡 在德国 在美国 在日本 他们正会告诉人民 每天都要补充 保健食品 只有在台湾的政府 想办法 要人民 不要吃 好奇怪的国家 好奇怪的卫生署 难道他不知道 人是自然人 是自然食物健康的 为什么 一而再再三 在欺骗人民 生命要找一生 去吃毒 台湾的抗生素 第一代 剩下多少 可以用 百分之九十几 几乎不能用了 第二代也几乎八十几 都不能用了 第三代也将近百分之十 左右不能用了 为什么不去看看欧洲的国家 第一代几乎百分之百 几乎都可以用 第二代 几乎都可以用了 第三代 完全可以用 为什么差那么多 教育 我一而再 再三 呼吁政府 要走教育 不要走管理 卫生署 十几年来 九十五%管理 五%教育 本身就是错误了医疗政策 七十八 教育 三十八管理 才是正确的 第十三 维生素A要够 全身低到 保护膜 强化不生病 维生素A 就是粘膜 十几年来 碰到太多太多的 父母亲 带着小孩子来我这边 老师 我说我们的孩子 弟子 疾病了 西医中医不好 我说本来就医不好 哪一位西医会医好 彼此过敏 你告诉我哪一位西医会医好 哪一位中医会医好 彼此过敏 根本没有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他最初就是因为 维生素A不足 你为什么不补充维生素A给他呢 精若独住 捏捏漏洞把它打充就好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靠自己 你会告诉我 无人咬咬 对没有人教 十几年来 好几千个 父母亲带孩子来我找我 都是西医 中医 医得老半天 三年五年时间都医不好 然后这边很快就好了 为什么 教育 黏膜就是人体 低调保护膜 为什么不重视 为什么在小学都不教 初中不教 高中不教 大学也不教 这个国家到底生什么病 管理气氛 就可以一辈子吗 第十四 肝功能要正常 胆子分泌要足够 肝 它是杀菌的器官 要给它适当的休息 晚上不要再熬夜了 胆子要给它分泌 胆子除了说 会让你的脂肪 能够分解以外 很多人不知道 你的睡眠品质跟胆都有关系 你的眼睛 弱化了 跟胆子都有关系 你整个脑部的三分之二 是靠胆精在操控的 朋友 不要再迷失了 今天政府 叫他走教育 我可以告诉你 门都没有 但是你不要寄望你 政府会教你 请跟苦心来 大家来学习治医 我们不要寄望政府 我们自己帮助自己 让每一个人 自己健康以后 这些西医 自然会像德国一样 我坦白告诉你 二十一世纪 是西医的 防温产业的时间 它自然会凋零的 它现在只在 利用它的权 在做最后的 临时的挣扎 你不要跟它一起混嘛 身体是你的 财产是你的 你是自然能 你并不是化学能 不要再迷失啊 很多问题 根本不是吃药就健康了 它不能解决一切 很多问题是 你不要花一毛钱 就可以健康了 为什么你不做 大家跟苦心一起来 然后我们形成一种力量 要政府制定 天然是你们加油法 自然要把加油法 把营养师 训练成疾病养师 放在卫生所 一个 负责200户 我们有问题 不是找医生 是找 专属的疾病养师 来做咨询 在学校 疾病养师来上课 不是像现在 请给护士在学校 干嘛 装个样子 不必啦 营养师 必须站在 健康产业的第一线 而不是现在 放在医院地下室 开菜单 浪费人才 朋友 认同我的话 大家一起来 台湾 是你的 是我的 是我们大家的 财团 跟当权者 他们心目中 只有在哪里 钱 跟权 我们必须 主控自己的身体 的健康 不要再迷失 生命找医生 不正确 绝对不正确 当你要开刀的时候 身体有感染的时候 这时候才是找医生 是正确的 其余的 所有疾病 应该是找你自己 赶快训练自己 成为一个成功的自一 你没法训练自己 像政府一样 现阶段 政府不给你 来跟苦行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苦行 伸开双手 接纳你 我们共同来学习 把自己的家庭 每一个成员 训练成 一个非常棒的自一 苦行希望 二十年内 让台湾的医院 剩下十分之一 现存的医院 让它变成文教中心 这是苦行的愿望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 共同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